各位一进来一开始就看到导演现在发这个开机公包 好 可以 起起来 很好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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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好 谢谢啊 咱们在这个国家当中同学 咱们乐乐 咱们要发开机公包 谢谢 来 站好点 站好点 那边的朋友 来 那边我上朋友 往这边来 往后退一退啊 或者往后退一步 让一样 对 整个有点 不能走啊 整个都往 好 这边可以过来点 那边 那我左手边朋友 会挪一下那边来 别多挤在那 哎 好 谢谢 刚才租里边也给我发了一个开机公包 在那儿洗气 那个 还有谁没理到的 东包 对对对 一个都大概几个手 别乱下了啊 哎 没理到的 那都往那个称之家去啊 哎 没了 哈哈哈 达也达也没有 哈哈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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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过 达也没有啊 这上海这个天气啊 这我来之前 我还想着应该是不是那么冷 结果一来这儿之后 还真的是 可能这棚也在郊区吧 确实有点冷 我们就 第二个环节开始了 都站齐了 都到位了 到位了 开始啊 好 欢迎今天大厂的 我们参加开机历史的所有的嘉宾朋友 领导 以及我们的同事同仁们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日子 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大厂的嘉宾和领导们 首先是介绍来自湖南卫视的 县袭 李静 湖南同胞 湖南老下欢迎你们 然后是奥莱坞集团的主席 王海歌 王主席你好 欢迎您来到 这是北京王世界影视CEO 曾韵雪 财务总监 胡敬 谢先闻 欢迎下面来掌声 谢谢 好 四位读书创始人 著名同胞人 谭飞 欢迎您来到 同时感谢啊 咱们新浪一位看完直播的媒体界的朋友啊 欢迎您来到 好 咱们这个 呃 开机仪式温暖的甜蜜的 电视剧组开机仪式电话环节正式开始 咱们首次能请 啊 这个 咱们 剧组的大家党 本剧的导演 刘将导演 上台致辞 掌声 你们对一点 好 好 大家你们看点 好 大家好 我是宋倩 在剧中饰演南非 啊 很高兴跟大家相聚在 哦 温暖的甜蜜的这部戏 啊 接下来 啊 请多多指教 谢谢 好 啊 好 来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孙玥老师 你也留步在台上跟导演合照 来 我们的 摄影师 来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这个 啊 陈妍希老师上台跟大家打个交换 那有请陈妍希 好 你们看一下这边 谢谢 三个人照片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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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好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妍希 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 齐佳怡 然后很荣幸来到 温暖的甜蜜的这个剧组 然后很开心 这一次可以跟刘教导演合作 然后 又碰到千千了 呃 哎 这一戏也留步 来跟导演一会 合作音 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找个有请 温暖的甜蜜的主演 陈妍希老师 来 上台支持 有请 哎 你们还把椅包带上了 哎 来 长得更冷了一点 就上来了啊 呃 大家好 我是陈妍 大家好 我叫姜瑞琳 我在剧中 饰演的是 陈奂 我在剧中 饰演的是 我爸爸 哈哈 我的孩子 我叫 陈破 哈哈 就反过来了 对 呃 这个戏里呢 我跟我孩子呢 会有很多 非常感人的部分 呃 今天开机呢 首先给大家 拜个晚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上海的寒冬呢 非常的寒冷 但是我们的剧组呢 热情不浅 希望像我们的剧名一样 给大家奉献一部 甜蜜 温暖的戏 谢谢 好 感谢陈妍老师 三四 好 感谢陈妍老师的爸爸 哇 对 好 谢谢 来 接着我们也请 主持金超老师上台 支持 那也是金超 哎 我们话筒才闭一下 谢谢 谢谢 呃 大家好 我是金超 呃 在戏中扮演的是 娇月 然后 非常高兴可以跟 刘湘老师合作 来到这个大家庭 跟大家一块 呃 相聚 拆备了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也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可以 呃 开开心动工作 然后 我们剧组可以平安的生产 也给大家办一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好 谢谢新大师 来 谢谢来 啊 我们有请的是 孙坚老师上台 来 有请孙坚 大家好 我孙坚 在戏中扮演林佳阳 啊 在这个戏里面 这个戏里面 我会用自己的 这段时间 所有的 热情 投入到这个戏剧里面 希望跟大家合作愉快 谢谢大家 好 好 感谢孙坚 来 接下来 我们最能够的掌声 有请我们老艺术家 潘虹老师 来 能不能跟他 有请 有请潘虹老师 大家好 我是潘虹 在组里面 我年龄最大 所以我必须要说实话 我是来串戏的 但是我就是冲着 刘江导演来的 因为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一直在议论 刘江导演 才华无限 格局超大 脾气超好 我就是来享受 甜蜜的 温暖的 谢谢刘江导演 好 感谢潘虹老师 啊 感谢潘虹老师 分享的评价 啊 那么 接下来我们有请 陈敏老师 有请 啊 谢谢大家 我是甜蜜 啊 刚才导演说 这部戏是 继咱们结婚吧 十年以后 第一部的 情感 一下想起来了 我们当时派 咱们结婚吧 的时候的场面了 呃 我很高兴 呃 我算是娘家人了吧 导演 啊 我已经跟刘江导演 合作是第五部戏了 我希望在这部戏 在导演的带领下 在所有的 主演的帮助下 呃 我能更好的去 诠释这个人物 我希望我们一起 温暖的 甜蜜的 好 感谢感谢 天明老师 温暖甜蜜的介绍 那现在我们加固一下节奏啊 有请 潮征和林林两位老师 上台介绍一下 是一个自己的节奏 哎 呃 大家好 我是非常有诚意 看我穿的队服 祝福我们的继父 就像男人说的了 我们盼了盼了 终于把这部戏盼来了 温暖的甜蜜的 今天是仪水节 那么呢 这个就是天公作美 这个行才运 那么呢 就是希望这部戏啊 顺顺利利 这个这个做到叫好又叫做的 一部优秀作品 呃 我们很期盼 感谢所有的这个 感谢导演 演员们 所有的这个创作人员 感谢大家 我们 呃 谢谢大家了 好 你这个拍照 好 哎 大家合影了 来摄影师 来摄影师 说 您说 您先说 你那个集中合影吧 对对对 老师 你们拍 你们皮要求怎么拍 对 你需要左拍 我现在先拍大合影 主创的大合影 然后老师们集中一点点 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导 导演需要站中间吗 导演好 同学可以站中间吗 对对对 可以 好 导演在中间 对 好 好 好的 好 好好好 好 感谢配合 感谢配合 哎 录一个口 往这边走一点点 一点点 对对对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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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准备就绪 我拍一下 好 123 保持一下 哎 喊个温暖的甜蜜 直接喊开机大吉吧 好好好 123 开机大吉 好 很好 保持一下 谢谢 好 可以了 谢谢 谢谢 好 然后是不是来个大和影啊 对对对 来个大和影 大和影 那个谁 啊 全体都来吧 呃 大和影放在那个接派红部之后吧 还是 好吧 啊 好 来 我们接下来是 啊 接下来是 接派 开机大吉的 啊 接洪部一次 来来来 有请嘉宾们 有请咱们 啊 湖南卫视现实 李进 阿兰 入集团的 王海哥 王总游 啊 北京完美世界 啊 周永在上门了 啊 这个 来来来 哎 跟导一台机器 来啊 我们 跟导一台机器 是 谢琪 李静 宋倩老师 陈希 员 陈希 陈希 陈希老师 陈毅老师 金桑老师 对 中日 这个 这个 好 第二台宣传会 我分一下 还有 晚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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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几位 对 好 好 同姐这边 这个小孩是 系里路易的儿子 那边 那边是谁 啊 哎 盛盈老师 啊 对对对 盛盈老师 啊 对 哎 康宏老师 来 我们的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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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快快快快 别客气了 快快快快 来来来 呃 谭飞老师 来 我们的 宋正经理人请一下 节奏 这节奏有点慢啊 哈哈哈 你看好几本拍戏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还有谁 大中 还有 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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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主席在这 王主席在这 啊 好 来 我们准备好 我说一二三以后 大家说 有问题 大家说 可以帮我把这个温暖的往这边挪一点点吗 往右边 挪哪个 往这个温暖的往这边挪一点点 这个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好 退多少 你说停啊 好好好 往这边 来走 一二三 退 往那边退 哎呦 我 你 两个 两个 对谁 推一动 哈哈哈 OK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对 对 对 这两边一块儿腿 好 原地不动 这个 一二 一二三 开机大旗 然后 好 好好 来啊 来 一 二 三 开机大旗 好 好 所有 所有 看一下这边 谢谢 好 最后一 最后一 咱们开机 集体大合影 来 我们都往前来 啊 站起来把位置排出来 来来来来 往前抖啊 往前抖 来 都来 动作快点 抓紧时间啊 来 来 欢迎各位来到 来 都是一个人 往前抖啊 没有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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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 全新的栏目 是由 主要是以这个直播 探班 探班累的直播 来 抓紧 抓紧时间 这应该是第一个 然后开机仪式结束之后呢 还有这个大概40分钟到50分钟 这个随机采访 我们这档节目 以后可能会带着各位去看更多 包括今天这种开机仪式了 或者是现场的他们都会有的 所以说别忘了关注我们新浪娱乐新浪电视 我提醒一下拍大合影的同事们 老师们就是自己操控找一下位置 操控找一下位置 把自己的脸露出来 来红包 所有人注意红包不要挡脸 我说123但是说茄子 我们来个123开机大吉好吗 来啊 我们再来一次说123开机大吉啊 坐着坐下直接靠着那个 直接过来过来 过来瞄到这边也可以 对 他第一人 对 好 好 来准备 123开机大吉 保持大家保持一下 我多开一点点 大家再来一次保持都僵硬 123开机大吉 这种热闹的场面我也好紧张啊 加位新浪的这个直播采访 主张有什么主张有老师们 我想拍一下你们的担任照可以吗 来来来 我到时候他们坐着上边 对对对啊 咱们接下来在对面的采访板呢 咱们主演和导演接受新浪的这个采访 在对面的采访板呢 对不对还有一个采访 对 对对对对对的采访板呢 好 对 选定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演员阵容呢 呃就是 南飞 南飞这个人呢是一个很爽的 就是很爽的一个一个 一个北京妖 呃就是我觉得 这个这个宋宪是不二人选 所以说很早我就跟她约了 就是先把她给定下来的 然后她的闺蜜齐家怡是一个上海姑娘 她是小家碧玉那种 是另外一个风格的那种很温柔的 就是很细心的温柔那种 很女孩子的那种性格 我觉得陈燕熙也是不二人选 我们四个演员一起 坐下吧要不然别坐了就站着吧 站一会谁说话就给谁 坐着也冷 你们两个一样高 不是一对 他不得一米九 其实今年也是新年就刚刚才结束嘛 就我们刚出了正月十五 所以就是新的一年马上就进步工作了 此时此刻的感觉如何 我一直在工作 就没有休息过 我有休 所以其实这次要不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在温暖的甜蜜里面饰演的角色吧 我们这个是按照那个剧中的按照年龄来排的 按照年龄来排的 而且我们是我们俩是一对他们俩是一对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陈放 而且是一个跟南非是情侣关系 而且是值得大家去讨论的这么一种关系 遗了婚的男人 有没有资格再婚 我觉得这是也是当下一种婚姻的状态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南非 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的职业是修复整形外科的医生 对 然后就是比较胜负欲比较强啊 然后比较直爽的那么一个人 对 然后但是爱情对他来说算是软肋 就是正在要解开的那种剪题的一个东西吧 对对对 对 我在戏中饰演的是齐佳怡 是个室内设计师 然后跟南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 然后在里面戏中是跟她比较像是欢喜冤家 最后面就是太走到一起 然后在戏一开始的状态比较是 传统一点 因为可能从小因为家庭的关系缺乏安全感 然后就一开始是要婚姻不是那么需要爱情 结婚只是为了求一个安稳 然后到了慢慢中间也经历很多 这种自我觉醒 慢慢到后面变得是要爱情不要婚姻 我觉得也是给新时代女性一个新的对于爱情跟婚姻的一个观念跟想法 就是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你都讲完了 我讲得特别好 他们全都讲完了 我去通太多了 最后一句话就是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就是你播吧 拨吧 拨了吧 拨一拨好不好 一分钟脚完全剧 就看戏吧 就看戏吧 剪成抖音 给新时代女性看的戏 够 够够 我在戏中演的是娇乐 然后跟其他一世一对 然后欢喜军家说过了 然后我这人物性格现在还在调整 还在微调中 应该原来的是比较热情阳光的 现在可能会在心里面在原生家庭的深埋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创伤或者是一个结 可能也是一个自我救赎和他救赎我的这些过程 然后慢慢的 对 改救赎我了 所以说我觉得挺好的也会反映了很多现在社会上年轻人总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在这个戏中可能会有一些解答也可能会一些解决掉一些朋友的困扰 差不多就这样子 具体的情况还要看戏 或者是问他 对 再有一个涉及到一点点小剧透的问题 就是我们当时在看剧本的时候 为什么会决定来接下这个角色 就是他最能吸引到你们的那个各自角色的吸引到演员本人的是什么呢 先吸引到我们是刘江导演 然后再 对 因为我们相信刘江导演所轻抓的剧本里面的角色一定是烙地的一定是鲜活的 所以我们就非常有兴趣去看 看了之后果然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 嗯 那除了导演之外 剧本上的呢 就还是稍微一点点点点的剧透 好吗 嗯 是剧本发言人 刚刚剧透的还少吗 还少 你可以读一个学尾了 啥都不错的先听你说的 所以看来现在全场最好套路的是 对 对 南非呢 就是当时看剧本的时候觉得这个角色真的很吸引到你 就是想接他的那个是什么 他很散 然后就是一个很爽的人 就是什么都是直来直去 对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对于这种社会上的人际关系 他并不太会去绕弯子 然后去处理的那种 对 然后干什么 我觉得就特像跟他的职业有关 我觉得是很直接一针见血的那种 嗯 对 所以反而在情感上面的反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去去把这个东西梳理清楚 对 特别是这段关系又是一个比较复杂 就是你不能用常理去去去去说你就这么定了还是怎么样 要顾及到很多人的感受啊什么的那种 对 所以对于南非来说他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去学会 嗯 什么是婚姻 什么是爱情 嗯 嗯 那陈放这个角色呢 嗯 就像我们这个温暖的甜蜜的这个片名一样 就是在 爱情的过程中总会有小矛盾 磕磕磕叛叛 甚至是包括这种 婚姻理念的不同吧 嗯 但是最终我们展现给大家的还是一种甜蜜的温暖 所以说这部戏也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嗯 嗯嗯 所以其实就是各自饰演的角色也都有一些职业上的实力设计师 然后医生 然后还有我们的雕塑家 对然后 木家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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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职业嘛 所以就是在进组之前为了自己的这个角色去做了哪些准备吗 哈哈哈 哈哈哈 雕塑去了 哈哈哈 对说是 哈哈哈 是找了一个那个专业的雕塑老师 嗯 在那个拍雕塑的戏之前我会去体验一下生活 嗯 嗯 我以为这部戏我提前去拍了一部医生的戏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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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接触过医生这样的职业的 就是 嗯 这 怎么说呢 又是不一样的一个科目吧 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又不是讲职业的那种 对对对 所以 嗯 我觉得就是把这个人物塑造好 对 接地气 嗯 然后拿着鲜火一些 嗯 嗯 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室内设计 我就有看了非常非常多有关室内设计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为这部戏准备更多的是 其实是 因为我演的是一个上海的女孩子 然后里面会需要说上海话 所以我提前很久 两位上海人 对真的 找不到就问你们就好了 就是有提前三个月 近三个月准备有关台词部分的 两位 哈哈哈 老师们请教 我这个 我这个是 我虽然说是个木匠啊 但是我是一个高材生木匠 就是我是 从华尔街 从华尔街来的木匠 就本来是学金融的 嗯 然后呢 可能自己内心深处 因为可能父母是希望 因为原生家庭问题 可能希望我这样子 但是可能最终 我还是选择了内心最最向往的一个职业 啊也可以自己解放了自己 那这个过程可能就是那个 加以对我的 就一起出来的一个化学反应 嗯 嗯 其实南非和陈放的关系 其实是有一点点 一点点小复杂在里面的 对 所以其实 他们两个对于这个爱情 就温暖甜蜜的理解是什么呢 温暖的 甜蜜人 对 他们两个这种爱情 嗯 就是家庭是温暖的 爱情是甜蜜的嘛 就都想要 温暖想要 甜蜜的也想要 如何去平衡 这个东西 我就是 对 就像陈放在剧中 是曾经有家庭的 又有孩子 嗯 跟南非之间呢 也是爱的特别深 嗯 怎么平衡 嗯 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我们在 没问题 瞒着谁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悬念是在里面的 然后观众到时候看戏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多来看一下这一对CP 到底是怎么来表现他们的温暖和甜蜜的 对 那齐佳怡和呃 金超老师是演的这个 乔悦 乔悦的这个角色 对不起对 对 所以呃 乔悦和焦悦之间刚刚有在说 很有一点点救赎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这一段 这一对CP有什么 我们 他可能还碰到救赎这个 嗯 因为我也是刚知道 哈哈哈 因为因为我哈哈哈 哈哈哈 也是刚知道 哈哈哈 这么巧了吗 哈哈哈 因为我们 因为导演非常的认真和团队 最近还这两天还在紧锁密鼓的 在调整那个呃 结构和人设上面的一些微调 嗯 然后呢 我就被通知到说可能会有一个救赎的这么一个东西在哪 本来是一味的阳光 可能 因为导演刚才说了 所有人都需要烙地嘛 嗯 之前的华尔街精英实在是 所以你的发发型就很 哈哈哈 对 我有个发型到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发现自己很惊讶 自己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对 有个有 哈哈哈 是吧 先不说先不说 不要说太多 不要说太多 这特别 哎呀真是 特别补装 这F级就差我一个 你曾经有过的发型 哦 那种的 哦那我知道了 哦对你有过 你有过 我补装 补装系里的发型 啊天啊 不能说不好说 不好说 嗯 所以南非和齐嘉宜其实是一对很好很好的闺蜜 对 哦嗨 哈哈哈 谁都是我 对不起 哈哈哈 对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性格是比较互补的闺蜜吗 还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是完全是互补的 嗯 所以两个人在剧中是 是哪一种闺蜜 就是两个人在相处的那种模式是怎么样的 是什么 嗯 哈哈哈 所以他们两个会成为闺蜜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 嗯 又要想怎么不剧透的把这些说出来 哈哈哈 你一直在套路我们耶 对 我们马上就要剧透光光了 对啊 马上就这个话就在嘴干了 就就我对这个戏的就是剧名的理解 我像大人会说温暖的他觉得是家庭 甜蜜的是爱情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这个剧名的时候 我原本想的温暖的是友情 嗯 然后甜蜜的是爱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它就是闺蜜情 就是这个友情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呃 人生有此一闺蜜 就是真的是 对 也是打人和求的一种 就是你说不出来那种默契 因为两个人太了解对方了 嗯 就是我什么话都不说 他都能够提前预知到我遇到这个事情 我会做成决定 嗯 就是他遇到什么事情 就我应该怎么去开解他 怎么去安慰他那种的 就是就是比如说他说他在戏里面是很很直爽的 嗯 然后呃 你刚才说你自己的很直爽 很 爽 盛福玉 盛福玉是两个家 对 然后可能我就是比较隐忍的那一种 比较任性比较够 然后比较隐忍的那一种就是 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很 就互补的 就两人又不一样 但是又可以互补 然后两人在一起又特别的合拍的那种 嗯 嗯 对 就你说不出来就是 俩人就不是就是超合 对 俩人就是合上了 所以这一点就是也是要留给观众再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播出的时候就知道两个人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情感在里面 对肯定是要等到播出让你们看了 现在不让你们看了 他拍我看了 哈哈哈 今天杀青了 哈哈哈 好今天我们开机集杀青啊 然后 所以路易老师这次在剧中 我不说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全哥听我回来 就是之前可能之前的角色都是一种比较严肃的会多一些 然后最近就是终于又回归到的都是情感剧嘛 然后演的是一个雕塑家 所以自己在这个角色的诠释方面是不是有些要调整的呢 嗯 因为我觉得这次我演的这个雕塑家呢 因为他是应该说是在生活中有他所执着的东西 包括自己在专业方面雕塑方面的执着 另外就是他对感情对婚姻的执着 嗯 这种执着的观念并不一定是准确的 可能在这个执着的过程当中会伤害到对方 你看我又剧透了 哈哈哈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怎么去解决这种方法 然后在这个相互恋爱成长的过程当中 改变自己改变对方 嗯 所以刚刚导演在说陈放是一个会 会让女性观众会很痴迷的一个角色嘛 所以演这样一个角色魅力 就是人格魅力很高的 你会不会有点压力啊 我压力好大的 哈哈哈 一说到是有什么打架那么多人写 这种觉得压力非常大 嗯 所以今天刚开极仪式的时候 是也自己带了剧中的这个小朋友一起上台嘛 对 所以剧中陈放的这个爸爸的身份 和自己在生活中爸爸的身份 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吗 肯定是对孩子是非常喜爱的 但是 我是女 俩女儿 嗯 我不知道跟儿子该怎么相处 嗯 到时候我给您多通发微信 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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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都熟 对 对 这俩 突然一下到是一面的状态 对我可以 也可以感受一下 跟儿子相处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来一言一句话 来安利一下自己即将出演的这个作品 好不好 感觉就马上开播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期待一下吧 嗯 嗯 马上就是最后一个 嗯 温暖的 甜蜜的 解决大家心中对婚姻的困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想一把什么 排优节大的节目 哈哈哈 就我们开机大几 开机大几 开机大几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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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crash 这新时代女性 就是温暖的友情 然后甜蜜的爱情你值得拥有 这个温暖的甜蜜的我们开播见 好谢谢大家 一切顺利 好乐各位